Ok 现在来到冷眼先生 刚刚我们讲到的他好像一个 创业型的基金VC对吗 天使型的创投基金这样子 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有些朋友会听过了 比如日本的软银Softbank对吗 孙正义这个人很有眼光他当年投资 阿里巴巴投资马云诺赚大钱了 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谈论着 哇他当年押注在马云身上 结果给他一下子赚了很多倍过千倍 但是一定要明白Softbank孙正义软银 他绝对不只是投一个阿里巴巴 他一定是投资不同的公司 然后会有很多最后跑不出来的 可能完蛋掉的 但是只要有一个阿里巴巴跑得到出来的话 那他就非常非常的成功 谢谢瑞丹 谢谢 这个就是一个不成功的example 其实我们并 我还是那句我在这边的讲解 并不是叫你们去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 人家买什么 冷眼先生买什么 我们就跟着买什么 那个其实你没有学到东西 他可以做到东西 就他买那个股票的理由 你不理解 你也赚不到钱的 很明显冷眼先生买的这些股票里面 一定是有波他会成长的 另外一些如果你说波他就服输的 那个就一定是折价型的股票 一定是value stock 他不是growth stock 但是value stock跟growth stock 你都可以当成是一种value investable 各位同学 因为松大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approach 去对待股票 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教的 有分开来教 但是在学生综合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还在想着方法让学生可以用的更加好 这个东西讲起来 因为我们在教这个以手为工跟以工为手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东西知道比较容易 在用的时候 尤其在综合运用 能不能够融会贯通的时候呢 他有挑战 对不起讲太远去了 讲到创投基金 好我们来看 对比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讲到 好像venture capital的思维 刚我们举到的soft bank 对吗 这些是当年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当年soft bank软银 有投资过的一些 这个属于创投型的投资 那么我们在这边想给大家做的讨论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价值投资里面呢 我们会有折价型的 value stock 也会有成长型的 未来会变更加好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有三位电堂级的投资者 左边的巴菲特 右边的是巴菲特的老师 Benjamin Graham 中间的就是Philly Fisher 说好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Philly Fisher 这个是成长型的价值投资支付啊 就是 before Philly Fisher 很多人是 根本对成长股呢 没有概念的 就是在华尔街的投资理论形成呢 Philly Fisher是在建立 growth stock的这个 体系上面呢 有非常 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 这里有一句 非常非常漂亮的话 他说 I don't want a lot of good investments I want a few outstanding ones 我不需要很多的好投资 我只需要几个少数的 非常优秀的 就可以做得很好 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 其实Philly Fisher 如果他做的这种 以公为首的 就是拨一个成长型股票 会跑出来的 他是需要 有分散 的做法的 你很难 我压一个下去 就压得重 这个是相当难 我不能够说没有机会 但是 我们现在在这边 有两千多位朋友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一定不是 如果你只压一个的话 对吗 说如果你要找这种成长型股票 你看连冷眼先生 他都是同时压几个不同的股票 具体一共他压了多少个 我没有办法统计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在过去两年里面 他出现在30套股东里面的股票 那些 之前大家觉得 为什么冷眼先生会选这些 这股市好像没有什么特点 好像不是很特别 这样子 甚至还处于账面亏损 甚至还处于这个可能一年财政年度的亏损 对吗 那么 其实他在买这些公司 未来能够成长出来 只要有一个成功 对吗 好像我们如果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买到一个 DNO 对吗 去年六毛到现在五块 涨了九倍 只要你投资组合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股票 其他 如果你买十个 比如我们在这里 如果你买十个 对吗 有一个跑出来 帮你涨了十倍 像这个DNO这样子 那另外九个 还把人跌到完 跌到零了 你整个投资组合 都还是有钱赚的 你只需要有一个跑出来 而且是出类拔帅的那种 另外九个 还把人亏完 你都还是有钱赚 这种 就是 Venture Capital的思维 VC的思维 在 做成长型股票 尤其是那些 还不被人家看到的股票 如果你要你羡慕人家可以从头赚到尾的话 那你就首先从我刚介绍的 你有没有做到足够深入的功课 你能不能够在别人还没有发现这个公司的变化之前 提早知道这个公司正在做什么事情 这里面有资讯的不对称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上一个星期 上两个星期 我刚刚在剪片就有提到 对吗7月20号的那个直播就有提到的 我们在股市里面要赚钱的话 靠四个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资讯不对称 所以这个这种就是一种 很好的例子 资讯不对称 你提早知道了 这个公司的经营策略 and once again 这里不需要 没必要一定找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是犯法的 ok 你掌握的是公司发展的真相 这个东西是那条界线 那条界线 好 所以如果你要像冷眼先生做genetic这样子的话呢 请你放弃买一个就中的那种链头 你需要可能同时在几个地方投放你的种子 那也就是说去到这种extend的你要确保你能够中的话呢 需要有一定的分散呢 公宽要做的生呢 那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你的子弹的问题 你要执行用这种策略 你就需要子弹比较多才能够做到 这个是一个事实 ok and另外 当然有一种折中的做法 有些朋友说那我又很想做成长型的股票 但是我没有办法 在他们还没有被人认同的阶段 就提早部署了 那怎么办 你只能够退而求其次 等他真的走上来 生意能够成长 被大家看到了 然后你再去判断他接下来的成长空间还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就只能够加入进去了 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一节你可能赚不到 但是你可以赚中间的那一节 so这个是一种折中的做法 所以我们要讲讲 将这个东西讲明白了 你才不会去羡慕有些钱 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去赚的话 你羡慕也没有用的对吗 说那你可以怎么样改变你的做法 去迎合其他的机会 或者剩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呢 这个是我想表达给各位投资者 希望大家去思考的一个东西 ok 那么关于这种以公为首 坦白讲如果你只压一个的话 好像我也讲一讲陈佳老师我个人的经历 我曾经在当年 all in过一个股票 这里有如果这里有旧的松大学员的话 如果这里有旧的松大学员的话呢 就会知道我讲什么股票 有没有呢 有没有啊 ok我们来看一看啊 AH也不会 当然不是了 ok 心坤了解我啊 心坤 ok yes 给你一个点赞啊 我曾经all in的一个股票叫做myeg 这公司我all in的时候是2010年 哇还看到这边 啊我突然间觉得原本我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暗垂的感觉 刚才现在看多一次的话非常暗垂啊 哈哈哈 好 那当年呢我已经是在松大里面的担任老师之一了哈 然后呢 呃myeg的这个分析呢 呃当年我觉得在选股分析上面呢 他是一个接近完美一个接近完美的对象 当年呢不是现在啊 然后唯一美中部族的是来自政治的风险 那他也很多年很多年直到2018年之后才反映出这个政治的风险 好 但是在2010年到2017年这七年的时间里面涨了哇几十倍 so如果我当年all in的钱能够hold得住的话 哇还我今天早就财务自由了 还用来这边跟你们讲19块9的课程 哈哈哈啊 但是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不一样 现在从这个 从事业从我们投资教育的事业上我们找到了这个使命感 啊 呃有些东西是需要人去推动的 有些有些道理是需要我去讲的 ok so我就take这个challenge啊 啊 那哎 所以 就应该多一点support了 你们还给生气年的岂有私礼 哈哈哈啊 啊 讲到哪里去了又再回一回神好 好问题就当年我all in MYG的时候呢 我也是觉得哎电子政府 e government它是个必然的趋势对吗 啊 但是呢 其实它的股票的真正爆发呢是 呃 这个2013年哈哈 啊 就如果要等三年的话呢 啊大部分人都会放弃了 那其实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放弃了啊 所以我在MYG上只赚了很少的钱啊 对比当年有一些松大的学员在这个公司身上赚到的利润啊 我是羡慕无比啊啊 就虽然我当当年感觉上表面上就说哎呀 啊学生青出欲蓝啊但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很酸哈哈哈哈 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真心希望学员们可以做的百花齐放 因为我也找到自己的路了啊 那么呃 MYG我想讲的是 我能够明白如果我只有资金all in一个股票 而我对其他的股票又拼命的观察 然后我我买了的那个公司 我对他的这个关注度 或者对他的生意的那个啊信念不够强的话呢 很有可能我就会半路下车 因为你一直看别的股票表演 然后你其实这个就是我当年的问题 回到我们一开始有同学问到的 哎老师不是没有开你会不会不舒服 我当年就是处于股市不开我会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状态是看股价的 我是看盘的 我不是单纯在看生意 其实我表面上有看生意 但是最终还是看股价十年前的时候 所以我一直在看股价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忍受得到这个公司买了之后一年都不涨 啊那这个是一种我们要 你看啊你要有的这个准备啊 如果你真的打算all in一个股票的话 可能很多人可能很多人的条件 就你的你对投资的那个造诣啊 你的那个修为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层次 所以不需要勉强自己 如果你如果你说我要做这种大就是大爆发的super growth stock 像冷眼先生这样子他也会分散 OK Philie Fisher他也是这样子做的 Softbank他也是这样子做的 VC那些venture capital他们也是这样子做的 那如果你买十个都是用尽全力的去做这个功课了 然后这十个里面没可能十个都完蛋了 对不对 只要有一个跑得到出来的话 那你就成功了 然后如果剩下那九个没有全部输完 甚至有一些在走上来的话 那你的投资组合你的这个表现就更加不得了 对吗 So这个是一个策略了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到的这个 以公为所关于成长型股票的这些排并布阵 用了冷眼先生的例子 好 现在讲另外的一个 iCapital的陈定牧老师 加快速度啊 因为我们刚提到了这个公司 Sam Engineering 这个股票五年 五年都没有破新高过 然后最近一口气冲上来 大爆发 他的情况也是票数偏少 他只有135个Million unit of share 比起刚刚的Genial Talent是多了一倍多 但是也不算多 ok也不算多 这样子的股票呢 你注定了在市场上面的流通票呢 是偏少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又有人发现什么东西啊 又有人发现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Sam Engineering 30大股东里面 排第二名的 原来是iCapital ok iCapital 买了他 差不多500万股 占3.5% 他直接也是 第二大股东 刚刚Genial Talent 冷眼先生也是第二大股东 这个Sam Engineering iCapital也是第二大股东 ok 那就有点相似的这个情况 那好了 iCapital是几时买Sam Engineering的呢 那Sam Engineering 跟Genial Talent最大的不一样 还是要讲一讲 他过去10年 我们看过去10年 这个公司 Sam Engineering 过去10个财政年度 用Value Fund 或者用Algobox 都能够看到的 你看他的生意额 是有向上升的 过去10年 然后金利润 年年都赚钱 而且也是有向上升 所以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过去的这个盈利记录啊 是好过Genial Talent很多的 那他就不是一个 不怎么漂亮的公司 突然间爆发上来 他反而是一个 一直以来都是 有基本面在那边的 现在终于走上来 性质上跟Genial Talent 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分成 刚刚的是以工为工 现在这种是有点像 以手为工 那iCapital呢 iCapital的做法 就会比较明确的 在选股上面 做价值型的股票 好那我们 也来看一看 刚刚提出的问题啊 iCap是几时买这500万股的 这个股票也不容易收的啊 因为他票数很少 你要直接买400多万股的话 你会推到他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iCap的年报里面 这个是iCapital的年报 这个也是2020年的年报啊 是最新的年报了 里面呢就有讲到 他现在所持有的股票 那我们也来看看 人家的排兵布阵啊 iCapital是一个基金 这个就是真正的基金呢 他不是个人投资者 冷眼先生 是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 管理自己的资金分配的 那么iCapital呢 他就是一个职业的基金经理 OK这里有两个table啊 分别是market value 市值 还有这个是 number of shareholding 他持有最多的是 帕迪尼的啊 OK如果说票数的话 那市值最大的 还是帕迪尼 市值排第二的 已经变成 SAM engineering了 因为SAM engineering的股价啊 如果是现在 哇你看了这个才是 5月31号 如果说今天来讲的话 SAM的股票 岂不是市值大多了 很多 如果这样子的话 iCapital的股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iCapital的这个 他的NAV啊 应该是有变化的哦 为什么他的股价 没有变化的呢 这个就有点特别啊 有点特别 OK 我没有讲什么东西啊 没有别的暗示 讲回什么东西 讲回 哦对 讲回这个 SAM engineering 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已经是iCap的 比较大的 持股比例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 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哈 我印象中 因为我每一年都有看一看 iCap的这个持股 我就发现 哎呀 做么这里有Casper啤酒的呢 啊 有Casper啤酒哦 说看来 哎 我们直接一点来看一看啊 他是什么时候买这个股票的 哎 这里有 这个就是 从2019年的6月 到2020年的 这个5月31号 就记得是2020年的5月尾啊 还没有报2020年的这个下半年啊 那他买了什么股票 哇 他买了亚洲航空哦 买了差不多1000万股哦 OK iCapital买亚洲航空呢 就毫无疑问是买扶苏的啊 买折价的 那他买啤酒也肯定是这样子的 Casper啤酒 啊 然后今天 我有这个松大的学员呢 就发现他在酒货那边呢 就说 哎 好像啤酒断货了哦 啊 是不是啤酒的生产 被迫停顿了 然后马来西亚在不断的消耗 啤酒的库存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复工复产之后 马来西亚的啤酒是不是需要填补库存 啊 这个东西我曾经在这个家具股上面有谈过啊 呃 当时我在IKEA看到我家具都没有货了啊 现在连啤酒都没有货啊 说啤酒如果能够允许生产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填补库存的需求 一个question mark ok 没有别的东西 这个只是一个观察 全放给我的一个观察 好 我们继续看回去啊 陈鼎五老师的基金 在2019年6月到2020年的5月尾 他们买了的股票 最多买Asia啊 ok 然后KGB Sand Engineering他加多了200多万股 之前 他一共现在有400多万股嘛 对不对 所以他很一定是 趁他掉下来的时候去买的 ok我们看看Sand Engineering啊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他在2019 他在2019 6月份到2020年的5月份 写这个报告的吗 所以Sand Engineering出现了这个被COVID-19造成影响掉下去的那个坑那个地方 一定是陈鼎五老师在这个地方有收票的时候 当然他不一定全部在这个最低点买到啊 可能之后也会有买到的 想讲什么东西 价值投资者如果你对一个已经研究透的股票对他的生意有信心掉下来是一个加注的机会 这个动作看来对陈鼎五老师的基金来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动作 如果他没有在去年加这两百多万股值保持原本的两百多万股的话 那现在先升上去他的基金的市值的带动就可能差很远的了哦 他加多了一倍的票 然后现在股价又升了这么猛上来 对吗 嗯 这个是人家的真实操作来的啊 ok有意思吗 同学们今晚的这个分享 我不懂多少位同学会觉得有意思 因为我讲讲东讲讲西啊 喜欢的话点赞跟分享了啊 只能够是这样子了 呃因为我又不想教课教到那么的闷 然后又讲讲东讲讲西样子 但是呃我们的这些要点就中间带出来 可能我剪接的时候可以将那些废话剪掉吧 哈在YouTube上面 ok喜欢来这边直播的同学可以在下面聊聊天对吗 呃可以留言呃也是不同的体验啊哈不同的体验 好继续 呃其他的其他的这些买入的股票就很少了哈 ok买入的股票就很少了 哦Consper也是买很少罢了哦 啊那就是在之前买的 ok好那么我们回来看一看啊 那陈定五老师的基金呢他大概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大概是有400个Million这样子左右的300多400个Million啊股票加基金 对不起股票加现金啊那你可以看得到他在过去一年股市掉下来COVID-19的年份呢他做多了很多的变动 如果你去看他以前没有股市掉下来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这些买入的动作的他的买入动作每年都很少的 ok那好在这边我们如果你去研究一下陈定五老师的基金呢他重手买的那些股票呢很多都是value stock来的他不像冷眼先生这样子会去买一些还可能处于亏损之中的公司对吗 呃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苗头的陈定五老师多数都是买一些啊这个掉下来的啊比如这个比如这个啊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APM 在他的投资组合里面也不少啊这个APM这个是一个做汽车零配件的公司 啊这个公司也是在 这些年以来呢 呃跌了满升一下子因为这个公司呢跟陈昌有点关系的啊 跟陈昌算是有点关系啊呃具体我们都不展开讲了啊 呃做一些Nissan的车的这个SPACPAC 所以他的股价掉下来了呢 我相信陈定五老师去收这个股票呢 也是一个从以手为攻从便宜的角度啊 但是 啊 车的SPACPAC的生意是不是能够回到当年的巅峰状态呢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也有 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 陈定五老师的投资组合里面的一些股票呢 呃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啊比如陈定五老师加注了那么多的亚洲航空接下来亚洲航空要融资的话 他不是要发这个附加股吗债券股对吧 啊 收怎么办呢 啊 收服输的情况是 乐观还是不乐观呢 我觉得还比较难定断 ok好 那么 这个 SAMM Engineering 陈定五老师去买他的这个过程 是 呃 我想在这边主要想表达给大家看的 那么 我们现在又抛开SAMM Engineering 也不能够完全抛开啊我不讲他买SAMM Engineering了 我讲我们讲回他的排兵布阵 对对对最后了最后了啊他的排兵布阵 你看到他的股票 10多个全部摊在这边给你看 对吗 当然 他会有重磅的还有那些很少的很少的那些 类似一些试探性的买入 可能就什么 可能就对他的整个投资组合没有太 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最主要的可能是前面的10个 最主要的可能是前面的10个 大概就是这样子甚至还不到10个 啊 OK你看这些 Apex Health啊跟MSC啊这些已经剩下三百来万股了 好 那么 我们再来谈他另外的 刚刚我们介绍了 冷眼先生在某一些股票上面 他好像一个VC这样子 看哪一个跑上来 然后陈鼎吴老师用的做法呢 陈鼎吴老师用的做法呢 他也在分配 他也在分配 但是他买的都是value stock 都是买那些 有稳定的生意 掉下来了 或者undervalue的区域了 他认为有折价了 然后买等他反影价值 他的做法 这种以手为工的做法跟以工为手的做法 是相当不同的 各位同学 有看得到吗 他的原理 他成功的原理是 我买的这10个股票都是有挑选过的 都是友好公司 没有什么好跌的 尽量将下跌的范围限制住 然后只要有些股票能够 反影价值升上来 比如 陈鼎吴老师的投资组合里面就出现了一个send engineering 他一个send engineering打上来 然后其他的股票 就算保持 不动或者跌一点点 他这个组合 也是 出现了 很好的表现 这个就是 以工为手跟以手为工的差别 当然 陈鼎吴老师还有其他的股票 有表现的 那但是这个send的这个反影价值的情况 就 从他去年跌的时候趁低买入你可以看得到他是对他有信心的 也因为在跌的时候加重了他的比例变成他自己投资组合里面的第二大的那个 权重的股票 然后现在他身上来令到他的组合的成绩 在相信这个接下来的财政年度 就是这个财政年度里面 icap的这个盈利 应该就有保证了 那么 最后我的input on这个东西 今晚讨论的两种做法 Philip Fisher 这种VC的思维 还有 这个巴菲特的 好 稳健的公司 我要便宜的时候买到 他们是比较 就是 蓝有点啊有点像蓝元北辙的这个做法 但是中间 就你看好像冷眼先生他 自己本身 其实他两个策略都在做 刚有同学讲到冷眼先生可能买all and gas股票 对吧其实冷眼先生两种策略都同时在做 那一般投资者可能里面有这么多的资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 那我就分别给一些建议 如果你要做这个 VC型的 你要像 Philip Fisher或者像冷眼先生买到genetech这样子的 第一我们讲你的 资金要分配了 当然全部都要做功课你要尽量掌握讯息的不对称 ok 你要尽量提早知道 人家这个公司的生意上或者在战略上有什么样的部署 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刚刚没有讲到现在补充下来 你选的这些 以工为首的成长型的股票 必须要是 有巨大的行业发展空间的那种 因为你要make sure他有一个能够 爆上来 就能够涨10倍 像DNO这样子 LED灯 Smart LED车用的对吗 他能够 有很厉害的业绩成长 生意发展的空间 不是说我涨两个季度就停下来了 他可能可以跑几年了 又或者之前 我 曾经 All in 过的MYG ok 又或者是有些朋友 知道的 这个 这个半导体公司里面的Inari Rigchox 这些公司都是涨了好多倍的 那么他们 的行业发展空间都是很巨大的 才能够 你有这么高的天花板 你才能够让这个公司成长的这么的 这个 那个辉煌 如果你买那些没有这个发展空间的公司 你想expect有这种行情出现的话 Sorry No way 所以 你要make sure你丢下去的你投的种子啊 你等它开花结果发芽 你等到发芽开花结果 一定是那种 能够 那个 数可以长很高都不会 到天花板的那种行业 才能够的 OK 那么 另外一种 好像iCap的陈丁文老师 他选的那些value stock 以手为攻呢 就不需要这样子了 以手为攻他可能会更加多的是看他稳健的过去的记录 Tripe record比较重要 当然 钱 接下来的前景 能不能够保持 能不能够同时有增长 也要关注 那尤其是 你的肉怎么来的 你的转服怎么样来的 你不需要 好像 这个 我需要 买一个公司 要他翻 10倍吗 对于 陈鼎武老师的投资组合来讲 很明显他就不是 追求这个东西的 那他追求的反正是 一个 值10块钱的公司 跌到5块钱的时候 5块钱再回升到10块 就赚一倍 只要他的投资组合里面 轮流有股票可以从undervalue的区域 反反影价值回到正常区域甚至overvalue的区域他就可能可以secure 50甚至100%的这样子的涨幅在那个股票身上 那他的投资组合就可以形成增长了 两个的目的都是让投资组合不断的增长 OK 那很明显 以工为手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有些股票是跑不出来 甚至可能会你不成功的可能你是最后要cut loss的 但是以手为工的话呢 就会 尽量这些股票都是可以守得住的 就算 你要 换股票 当你找到 更便宜的股票 Let's say 我只是随便举例子啊 陈迪伍老师刚刚他有买Asia OK 他发现Asia偏移了 那如果接下来他找到 我也是随便讲啊 如果他发现啤酒股票大跌 他觉得啤酒股票的那个价值更加吸引人 或者回升的那个把握更加大 当他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他可以做优化 这里面对于松大的学员们呢也可以去 反复咀嚼我刚讲的话啊 因为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组合优化的时候呢好像只是 太弱留强 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太弱留强 对吗 淘太弱的更换强的 但其实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将 你原本认为 便宜的 当你找到更便宜的 and更有把握回来的 换过去 因为他的discount可能更多 所以他反映上来的那个空间可能更大 and他回升 生意回升的那个把握更加大 so你就可能值得 做这样子的优化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了优化你的组合 从太弱留强 也可能可以 另外一种 刚刚如果这样子的话 除了太弱留强那个就叫做 淘汰 不够便宜的 幻境更便宜的 但是也要有把握回升的那种 有 薄浮素的那种 这个也是一种方向 这样子就会令到你的组合的风险呢 越来越低 OK 应该 重点都讲完了 以上我们今天晚上 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缓缓的带出 最近发生的 两个成交量比较少的股票 然后有些朋友在冷眼先生的操作上面 感觉他看不透 然后又出了很多的阴谋论 我是 颇为 我是挺为 冷眼先生的这个 被误解 而有点抱不平啊 那么 我就想跟大家讲解一下他的策略谁知道 不小心又 提到了一些我觉得冷眼先生不喜欢 人家 知道他的太多P&C的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 为了让大家可以 这个 看全面一点啊 那我就 我就 顶撞了一下 老前辈了啊 那么 关于陈丁吾老师的 Simon Jr的这个 刚好他的重磅股票 也跑出来了 他的这个战略 那最 最特别的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的 VC的思维 还有 就是 我 不要数 VC的思维是我预计会有些跑不出来的 然后我有一个跑出来 那个发展空间够大的 我就 他就 可以cover到完了 他是更进取的 更aggressive的 但是另外的那种我不要输 无论如何我都不要输 所以我在这些公司身上等他们反影价值 听上去是颇为极端的两种策略 但其实 有些人可以在他们之间同时进行找到平衡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呢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 我们一般投资者都不只是会买一个股票的 你们 我知道很多你们 都有很多钱啊 你可能会买投资组合 但是你们的投资组合 我见过的 很多投资组合都是非常的糟糕的 当然我因为我见过的那些都是来问我老师怎么办啊 这样子的 所以我希望我今晚分享给你们看到的你看人家的排兵布置 你看人家的投资组合怎么怎么怎么排的 你看看你们的那些 全部听消息买进的那些输了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 我其实是为你们感到很心痛 因为你们的资金原本可以做得更加好 好很多很多倍 所以希望经过今晚的学习之后 同学们能够看到另外的一种 原来这样子叫做有章法的做 OK这个也是基本面分析来的这个也是价值投资来的 好 如果同学们今晚有收获的话 那我是最高兴的了 虽然我讲的这些内容 我没有讲过 我没有在公开是公开直播这边讲过 所以我讲的有点 卡住卡住这样子啊 那 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啊 很值钱的哦 你如果眼 眼睛利 比较 锐利一点的话 你看到我 我用了 松旦旧的教材 给大家做讲解 啊 我们的高级班的旧的教材 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 so 有没有value在里面呢 对吗 这些如果我要讲这东西的话 我不需要在这边 免费讲 我开班收费也可以的哦 对吗 当然 我们星期二 就是让大家来 充实你们做价值投资的那个 知识跟方法的啊 如果还是最后的呼吁啊 如果同学们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尤其是有打工艺术的朋友 对于 投资 理财 想了解更加多的话 请 他们 点击参加 或者你copy 我们 向 这个顶制评论 里面的职场投资者培训班 让他们来出席我们 拜六礼拜晚上的 两天的课程 他们 可能这个课程 会 改变他们的投资观念 改变他们对 富利的理解 甚至 一个不小心 可能会影响他们 一辈子 so 我已经ready好这个周末的课程 我也希望同学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会帮到你身边的 亲戚朋友的话呢 可以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学习 ok so今天晚上 我们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同学们的点赞跟分享 ok 感谢你们这个留言 还有积极参与这些讨论 那么 晚安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